大家好,我是瑞姐,这里是北京颐和园,一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 在这一座山水园林中,建有很多个大大小小的园中院 今天我们要去参观的就是颐和园里的一座小院,它位于排云殿的西侧 这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院子,先后住过两个未曾接班的接班人 一个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柯定,如果说袁柯定这个名字您不太熟悉的话 那么这里住过的另一个接班人,您肯定知道,他就是林彪 这座院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它背靠万寿山,面临昆明湖 精致的垂花门内是一座两进院落 在乾隆年间,这里叫罗汉堂,堂内供奉着500个罗汉 1860年,罗汉堂被英法联军烧毁 到了光绪时期,在罗汉堂的旧址上,建起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院子 当时取名清华轩 清华轩内有三件宝贝在那场大火中幸免 其中的两件就是院子中间的这座八角池 以及横跨在八角池上的单孔汉白玉石桥 另外一件宝贝就是乾隆石刻卧碑 目前保存在后院,暂时没有对外展出 这一座汉白玉石桥直接通向清华轩的正殿 据说慈禧当年想把自己的寝宫设在清华轩东陵的排云殿 所以清华轩被改成具有居住功能的四合院 供他身边的侍从们居住 可是慈禧在排云殿住过一夜之后,觉得很不踏实 于是从排云殿搬了出去 而旁边的清华轩也随着闲了下来 到了民国期间,圆明园为了拓宽经营 便出租园内的房产 1937年,北平被日本人侵占以后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便把清华轩租了下来 一直到1949年的春天才离开 在这里居住了12年之久 据说在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得到了一大笔遗产 但是再多的财产也经不住挥霍 最终袁克定坐吃山空 1949年3月,已经71岁高龄的袁克定被请出清华轩 当时他连拖欠颐和园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用家里的几件文物做了抵押 最后是他的表弟收藏家张伯鞠收留了他 不但红线王朝法定接班人的梦想没有实现 晚年还落得如此凄凉 1949年以后,清华轩迎来了另一位主人,林彪 由于他当时身体不太好 清华轩就成了他居住和疗养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老旧的门窗都是当年的原物 他刚住进来的时候,不喜欢这里门窗凉柱的鲜红色 于是就让工人在外面又涂了一层暗红色油漆 时间一长,外层油漆老化军裂 又露出鲜红的底色 当年的前院是用于办公和接待在后院居住 后院入口立着游人止步的牌子 没有对外开放 经工作人员允许 我就站在门口给大家看一眼吧 今天在清华轩的小院里 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幅历史场景 同一座院,同是未曾接班的接班人 在这里擦身而过 这也许就是一种巧合吧